为了要抢救逆水民众的生命 海巡署台东巴尔大队有了新的方法 今年首度试验 使用无人机来空投救生设备 在水域中来进行救援 目前操演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还是要累积实际救援的数据 试情况之后再决定要推广全国来使用 无人飞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 现在这种六轴的遥控空拍直升机 也首度加入了海巡署抢救逆水民众的工具 机上加挂这一条鱼雷浮标 飞到离岸200公尺的海面 投下救生设备 成功演练抢救逆水民众的生命 命中目标请各位掌声鼓励 现阶段市面上在做一个放额的器 也都是采用类似的挂钩 加挂鱼雷浮标的装置 是把海钓客常用的鱼耳挂钩 加装在无人机上非常轻便 连机身造价一共六万多元 好处是一锁定目标 就可以马上遥控起飞 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 海巡署表示 溺水民众在水中最需要 可以漂浮的工具 让后续抵达的船只 或是救难直升机的救援工作 更顺利 不过目前这种无人机空投浮具 抢救溺水民众 还在累积实际的经验 视情况在推广全国海巡单位配置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感谢观看